大家好 今天那期视频呢和大家聊一下二舅的作者啊 就是二舅的那期视频的作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也借此机会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去看人的 因为我自认为啊我看人还是比较透的 尤其是看中国人啊 外国人他们成长环境咱们不了解 但是中国人我是真的我是门情啊 所以说你看我看王志安 我一下就看到他骨髓里头了 我一下就看到他内心打的那个小算盘的 劈了啪啦的跟他打的非常响 所以说我就会跟大家说出来 我说这个人是一个骗子啊 他的就是种种的一些做法都是 其实说实话啊 就是人吧不怕承认自己内心的那种 就世俗的一面也好 或者是说就是自己内心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伟大光荣正确的 把那一面这个其实没所谓的 比如说我说我是一个罪人 那就那又怎么样了 对吧我承认我自己过去的一个过法 那谁这辈子还没做过点这个 这个是怎么说的 就是让你感到后悔的一些事情 每一个人内心呢可能都会有那种 让你感到后悔也好 或者是说我曾经不应该这么做 但是我做了 我感到很懊悔 那悔过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就是每一个人在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中 都必然经历的孩子都会犯错 但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同一个问题上屡次的犯错 那你像王子然现在就都快多少岁的人了 都快六十的人了 五十多岁了快六十的人了 那你说他现在依然在做这种视频 就害死忽悠中国人 忽悠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智商 我就只能看不进去了 你包括他最近做的那个视频 不老去那个乌克兰吗 这个前线是吧 乌克兰的最前线去拍视频 弄得血色呼辣的危险 就是特别危险 当然我承认他具有这种危险性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确实具有这种危险性 但是他做这个事情 到底动机是出于什么 他是为了钱去做 还是为了乌克兰人民去做 如果你看啊 就像我那个频道里的 有的就是脑筋啊 不太正常的人 他说他不为了乌克兰人发声吗 乌克兰人多好多伟大 我为他 王子然为他发声 他就很好嘛 对吧 就很这个伟大光荣正确嘛 我想这么回答这个伙伴啊 你看王子然给自己包装成什么样的人 他给自己包装成一个 为了他的这个新闻理想 为了这个报道新闻的一个真相 是吧 我不顾自己的一个性命 是吧 为了乌克兰人民也好 为了这个中国人民能够知道真相 为了乌克兰人民 哎我怎么那都行 我可以豁出我自己的命了 我具有这种白秋文的 这个不远万里啊 来这地方 你看白秋文不远万里来中国都没回去嘛 是吧 所以说这个咱们这个老人家就给他说 这个真的是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 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知识学者啊 说这白秋文呢 哥他那个国家也不怎么地儿 那当然也有这种说法 但我不这么看啊 既然人家过来帮咱们了 咱们就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也非常感谢这个白秋文 起码过来医治咱们中国人这个身上的疾病了 那精神疾病他治不了 治点身上的也是可以的 咱们也不管白秋文到底医术怎么样 只要是我估计肯定比当时中国的那些医生的这个医术 应该相对来讲能够好一些啊 要不然也不可能让他去主导嘛 要是不行的话 也不能让他去这个帮助啊 这个这个就咱们中国人那个那个做手术 这个孩子都是蛮好的 那好 那这个就是咱们先说这个事啊 那回过头来说王子安的事 王子安为了乌克兰人 哎 这这真是不远万里啊 完了为了中国人能够知道真相 命都不要了 那他为什么不能在中国是吧 在中国这个大陆境内去做这种新闻的采访 你连命都不要了 你还害怕当局吗 在中国大陆境内 有的人说说王子安被疯了 那做不了新闻采访 有什么做不了的 你看现在的王乌准 对吧 在油管上的说的 就在游走在红线的一个边缘是吧 做没做 你看人陈旧史是吧 去武汉报道没报道 那大不了 那其实他也不要命嘛 你看陈旧史大不了就那什么了嘛 现在说 据陈旧史说 说他现在出境 完了不能够去国外了 再一个呢 就是 律师也干不成了 并且还消失了一段时间 不也就这样吗 死了吗 没有死 现在我看陈旧史过得更好 女朋友也处上了 完了 这个钱也挣上了 现在改武打了 改三打了 由一个这个文弱的书上变成这个一个会这个格斗的这么样的一个壮汉 那这就是陈旧史的一个转型啊 那就转型了呗 对吧 转型也就转型了 他怎么样呢 不也过得还非常好吗 非常滋润吗 还旅游了这那的一天 那好 那王志安他连命都不要了 是吧 连命都可以不要 为了中国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了 为了他自己这个真相 为了什么 那国内有的很多可以采访 你只要命不要了 这都不至于命不要了啊 你看那个陈旧史是谁的 也没有呢 怎么样 对吧 他也没有说因为这个政治意见呢 或者是说报道这个民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给你是判个判个什么死刑的 没有吧 是吧 有的可能你触动了当局的一些规定 你比如说跟烈士相关的 跟什么这个那个相关的 那能怎么样呢 也没有说太严重的 说像去乌克兰这么严重 那乌克兰是真的要命了 你跟国内采访起码不要命了 顶多要有可能换取一个这个牢狱之宅 假如说做这个视频 他太过于不符合当局的一个胃口 或者触碰了哪条法律法规 有新闻管理的一个禁忌 就这样 而且王子安在国内 你可以为那些穷苦的人去发声吗 为那些就是有冤没出神的人去发声吗 然后把他们那个遭遇什么 罗列起来挨个采访 国内现在有的事啊 有的事 就类似于说这个墙踩的 或者是打破伤 打那个疫苗的 也出事的 采访去为多少节目呢 是吧 你不为了中国人吗 为了中国人命都可以不要 你怕什么牢狱之宅 或者是你怕什么消失一段时间呢 不就像陈秋迟那样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高大上 人把这个人设不要建立的那么高大上 把自己弄得特别伟大什么 都是普通人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啊 就是包括那些所谓的领袖人物 是吧 他们也都是普通人 就我也一样 我跟大家都是普通人 就是 就是 其实我更像什么呢 就是伙伴们你们身边遇到的一些朋友啊 就是 我跟你们身边的那些朋友 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 就你们天天见面了 你看咱们现在在空中见面了 在这油管上面见面 或者是说 以这种视频的一个方式去见面 但是你身边的那些朋友 其实 你平时跟他们聊天和我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就这样 我和你周遭的 印识到的那些朋友 但是前提是必须是富有正义感的 这个价值观正确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普通人 我面对当局的这种 强压的一个统治 我也会害怕 我也会恐惧 比如说 现在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了 我就逃避了 我选择逃避 我就润走了 这也就是真相 我没有那么伟大的这个想法 我想拯救中国人 那我拉倒了 是吧 他都不需要我拯救 我为什么要打这个人 是有时候要拯救中国人 让中国人知道什么什么真相 翻墙出来 能看到王志安的视频 都知道真相 还用他说 大纪元说的比他好多了 是吧 那BBC说的不比他好多了 我说的大纪元说的好多了 是打眼号的 大纪元说的 那你一挺的 有的都是属于那种 就是相对来讲 特别特别极端 就是在我看来 我认为是不实的一些消息 大纪元的一些报道 但是你看 就假如说 所谓的知道真相 不就是捧吗 是吧 你像王志安不走的 也是这个路数 其实都是一样 如果假如说 这个人翻墙出来 比较理智 是吧 就不喜欢大纪元那个胃口 大纪元那个太太幼了 那你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去看看BBC啊 去看看纽约18 这些都很这个 就是 都很客观 相对来讲都很客观 你想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人家那种老牌的一个机构 不比王志安这个 做视频也好 做什么 更加的那些 更加的专业 你看那个BBC 你看那个BBC那前线报道的那个 他那个导弹啊 直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那导弹 导弹就跟他后边就爆炸 你说人家那个 真的是战利机子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 感觉非常恐怖 就导弹就跟后边照 你看后边那个背景 是一个火球 往前面是这个机子 那BBC就有 所以说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工作 王志安那个就是他的工作 他想生存下去 他想他跟这个当局掰倒了 他挣不到钱了 在油管上挣钱 以这个新闻的一个方式挣钱 那就是这么一个工作 如果我是王志安的 我肯定不会说 说当局怕什么 我做什么 他不就怕中国人知道真相 我就让中国人知道真相 怎么样我弄了一个 特别宏大的一个目标 我为了中国人 我为了乌克兰人 我为了这个 为了那个 我为了全世界人 我就不为了我自己 是吧 他弄的这样的一个人 是太虚伪了 如果我是他说 我现在被这个当局给我封杀了 那我在这个日本注册了一个公司 我在这地方做我的王局排案 为了这个伤活 就可以了 就说自己为了生活 那也没有什么错 就仅此而已 完了我做这个视频呢 就是保证这个 相对来讲客观公正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真相 也就完事了 所以说没有人 就是把自己弄得太伟大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 一个人什么时候能够看出来他有伟大呢 就在这个人吧 他可以为了他人的利益 不惜放弃自己的利益 这种人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伟大 非常非常伟大 列举一些人呢 我觉得就也不用列举的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想 有一些民主人士 那有很多嘛 还有或这个诺贝尔的 或这个或那个的 有很多这些人物嘛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咱们中国也有啊 或诺贝尔和平两得主 是吧 也有 所以这些人都是非常伟大的 当然可能我做不到 就比如说像他们那种 为了他人的一个利益 我能够放弃自己的一个生命 这个算了 我做不到 我只能说为了 我只能说 我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不会去侵犯他人的利益 或者是说 我希望咱们大家 所有人都能够生活的非常好 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的一个想法 你包括比如说 我要是润走了 我自己过得好 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墙内的伙伴 我分享一下 我怎么出去 这不是也是一个好事吗 当然也是非常局限的啊 那毕竟是个别的才能走 国内有孩子的 或者是有牵绊的 那也可能他走不了 不是说所有人 都一拍屁股都走的 就是家里头条件够的 可能他也走不了 工作呀 家里的亲朋好友啊 这个那爹马很多很多 很复杂的 那这个就是我啊 一个普通的人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就跟 就跟生活当中的普洛大众 是一样的 我不想把自己弄得那么伟大啊 就是自己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那样太假 那好 那咱们看一下 这个叫做 这个叫一哥猜想啊 他这个在B站上面 叫一哥猜想 就是这个二六的作者 咱们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我看了一下 他前期有一个视频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普京三不取之大地的崛起 就是讲这个普京是如何成为一个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物 我就想说啊 普京为了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利益 或者是说 普京他为了他自己的这种意识形态 他都能发动这种战争 我不想 我真的不太相信啊 就是俄罗斯的这平民老百姓 愿意去打这个仗 我觉得不会 就俄罗斯的那些士兵 他到了前线 他当他看到了乌克兰军方的这种无人机也好 或者是说枪口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会恐惧 当然也会恐惧 你包括这个俄罗斯的那个战舰 他那个战舰有一个旗舰的一个战舰们 刚出去要武扬为 先展示一下 是吧 反正光量就让人家乌克兰给击沉 所以说 就你说上面的那些那些那个士兵 是吧 那些海军 那不都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生命 他们的家人会支持这场战争吗 我觉得如果支持的话 那我就说自己的孩子死了 为国捐取 我非常非常开心 我非常非常快乐 我觉得死得其所 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有在这种 类似于像北朝鲜这种国家 可能才会看到 这种 跟违反真实人性的一个东西 你就像李文亮 李文亮那母亲 我儿子做的是正确的 我不后悔 怎么怎么样 如果我是李文亮的母亲 我说你赶紧知道有疫情 赶紧跑 工作不要了 你便因为得这个疫情死掉了 我要知道有今天这么结局 我一点我都不想让你当医生 我恨不得你赶紧 能润哪润哪 要不要回这个锦州老家 我养你一辈子都行 他说的非常假 那左六人死了 是吧 那数个典型 完了你说点漂亮话 弄的这个东西 就包括 如果假如我站在李文亮的一个立场 我要知道 我能被感染这个新冠呢 怎么怎么样 就死掉了 医生不干了 拉老婆孩子赶紧走回锦州老家 所以说就是这样 你包括那个 就是李文亮的爱人 就是有一个 我看国际上有一个 有哪个国家来的 反正有一个国家 就说提议把这个李文亮的一个名字 命名一下一个街道的一个名字 好像是这么样 完了这个 这李文亮的爱人就说 你不要是怎么怎么的 这都是境外敌对势力的这个想法 是吧 你不要拿我消费我的丈夫李文亮 还拿他的名字 命名这个街道的一个名字 你们想干什么 你美帝国主义什么 亡我自信不死 你们这帮西方的人 这帮玩 就开始唠这个东西了 你说他 你说他怎么能说出来这种话 人家要用你丈夫的名字 去命名一个街道 是以此作为对一个中国人 敢说实话的中国人的一种纪念 是吧 在中国说实话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哪有说实话 你中国人 我就这么说一下 中国人敢说实话 中国人敢说实话 这就是民主性 所以说我认为人家国外的这些 这个西方的发达国家 这个这种提议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让你这个丈夫啊 真的名垂青史 知道吧 一瞅那个街道 就是李文亮街道 就是永远记住这个人 不好像好 我要是死后能获得这种殊荣 我感觉是无上的一个光荣 证明什么 证明我为人类做贡献 是吧 证明我为中国人做贡献 并且这个 这个消息还能传到国外 还怎么样 就是 这个是一个外国提议的吧 还是 好像是 不是各中国命名 就是各外国命名 不管各哪命名 我认为都是对李文亮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褒奖 让所有的后世 都知道李文亮这个人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是吧 起码比这个钟南山强多了 钟南山莲花青文 一提钟南山 我就想到莲花青文 想到那个 那个什么 特伦鼠 是吧 特伦鼠 给那牛奶做网盖 完了咱们接着看 这个一哥猜想这个人 就是二舅的作者 他这个 就把这个普京啊 就是为了迎合 避战的一个口味嘛 就是描绘的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 就像 就像这个 俄罗斯离开普京 这俄罗斯的人都死掉一样 就受不了了 不行啊 俄罗斯人就必须支持普京 就老欠普京了 就没有普京 他们都过不上溜了 吃不上饭了 死掉了 是吧 全死掉了 那这个世界 没有谁活不了 我问一下 对吧 老人家也嫁喝习去了 中国怎么样了 我看发展的这个速度啊 那一下就改革开放了 是吧 老人家嫁喝习去之后 一下就 就这个速度就上来 这经济就一下就腾飞了 那如果老人家要是不走的话 是吧 现在能是什么局面 四人班能粉碎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每一个时代的人 他 算了啊 老人家这个事太敏感了 我不说 这个事儿呢 大家自己去考虑啊 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不是说 这个国家离开谁 玩不转的事 这都是历史啊 这历史根本不遥远嘛 你这 你从79年到现在 对吧 79年到现在才 多少年呢 对吧 也就四十来年 那你说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79年我还没有出生呢 是吧 文革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出生呢 但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 我觉得肯定都忘记不了 当然我作为一个 没有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 为了更加 更好地了解当局 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组织 你也要了解 对吧 你要了解他过去的历任的这些 他捧出来的 这个 人物 具有代表现在一个人物 就这些东西 我一说到这非常沉重啊 我就有的时候觉得 这个知识分子 在中国非常的难 所以说我认为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移民 不要在中国当中 中国对于知识分子 给的环境 特别特别的这个 不好 而且我认 我也认为啊 就是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因为 无子的比较多 无子的人多了 会产生一种 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 就跟仇富一样 他同样也仇视知识分子 他也仇视这种 有知识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无子 所以说他就仇视 一切比他强的人 这个就是中国人 我认为他骨髓里的一部分 就是只要别人有比他强 他就仇视 不管在哪个方面 是吧 无论在哪个方面 比如说有钱 我仇视你 你像有那个 以前有一个人嘛 就看到王思聪了 就骂他 骂得非常糟 就因为王思聪 富有就骂他 那王思聪 瞅着一眼 都没惜得跟他说话 因为王思聪 开一个别利 开一个车 他也开那小破锤 是吧 完了 骂人王思聪 开车车 王思聪 瞅着一眼 没知识 所以说你看 就中国就盛产 这种垃圾的人 要不然就仇富 要不然就仇视 有知识 反正你比我强 就不行 就是 比比皆知 这种人非常非常 那这个一个猜想 就是为了迎合 这种人的一个口味 因为什么 这叫市场 所以说做出来 这种普京大帝 一个北大光荣 正确的 这么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普京从小 就愿意当特务 而且呢 在俄罗斯想当特务呢 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工作 必须是 这个 莫斯科大学吧 就是上学 反正就是 必须毕业于这个 那个 那个俄罗斯 就苏联的 还有俄罗斯的 当时 这个高等学府 必须毕业于 那个 当时普京那个年代的 最高等的学府 才能当这个 间谍 我就想 我说当这种间谍 是什么 光荣的工作吗 我就在想 这种人都属于 没事搞什么 暗撒的 搞什么这个 破坏的 属于那种 类似于 不是类似于 就是地下工作者 他们做的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 看没看过那种 什么潜伏是吧 还有什么这个那个的 以前张家义还演一个 叫什么来的 忘了 记不住了 他跟那个 张家义和 和那个那个 小宋甲吧 演了一个戏 那天我还挺爱看的 有一个 叫什么什么 雅 我还去那个 他也是属于潜伏的 国民 潜伏的一个特务 应该潜伏在是这个 日本的 日本当时 维满洲国的一个 这个特务 给这个 敌人工作 我觉得这种工作 它是什么样的 一个好工作 你要我去干这种工作 我根本都干不了 太违背自己的内心了 天天干的都是 肮脏的一些事情 完了 美其名誉是什么 我是见敌 是吧 我是 身在潮营 心在汗 你看我这个心 多强大 是吧 我天天做着违背我良心的事 我还面不改色 心不跳 我还能打入敌人内部 我更好地发挥 我自己的一个作用 我那你拉倒 我谢谢 我什么好人 能去干这个活 对吧 内心得多 得多 双面的人 是吧 就是类似于像赵立姐那种 说的他自己都不信的那种人 天天就干这种工作 这是什么样的好人吗 所以说就是 你比如说啊 就是 你比如说 找对象呢 交朋友 我千万不要找那种两面派 为什么 他跟谁都是两面派 我跟你说 他背后捅倒子的 全是这帮玩的 对吧 他既然能潜伏到 人家那个那个地方 就是对方的敌影 去捅人家倒子 跟人家处的都像哥们似的 把捅人一刀 同样 他在生活当中 也能捅他的朋友一刀 这个事儿 价情就熟的 是吧 这赵立姐说假话 那都 那都说的 自己 自己的天天的 是吧 天天转换 是吧 说假话的时候 是一个嘴脸 回家说真话的时候 又是一个嘴脸 那你说他 成天说假话的人 他跟朋友能说真话 他敢说真话 是吧 他都已经习惯了 这种人真的太吓人了 这属于人格分裂 所以说普京 所以说普京从小就立志 当这个间谍 就是想当一个人格分裂的人 我认为就是个变态 所以说 所谓的什么普京大帝 他就是一个变态 而且现在还说大帝 什么叫大帝 是吧 大帝 皇帝吗 还是说这个就是大一统的那种 帝王 大帝 老孙 是什么好事吗 这 什么玩意儿吧 你想当皇帝 你想什么当大帝 当什么伟大的人物 一当伟大的人物 就是专政 或者是说专制 就是这种 为啥 一个人说这算 因为你伟大嘛 所以说你才有这种力量 你要没有这种无限的一个权力 你怎么可能办那么伟大的事 你比如说 你在美国 那历任那个美国总统 是吧 那想干点什么玩意儿 这个议会讨论 这个那的 提个议案 有时候就否决了 由于政治原因的 反对党 或者怎么样 这个那的 就可以否决了 这干点玩意儿呢 有的时候特别费劲 你不符合民意了 就费劲 你符合民意了 相对来讲就不费劲 那你说 他美国总统做出的角色 就是反映了一个民意 那什么时候这个人伟大呢 或者是说 这个人值得咱们褒奖 你比如说 像这个罗斯福 美国这个前总统 罗斯福 他在美国经济 这个特别萧条的时候 他上任了 他解决了这个美国经济 萧条的一个问题 他通过把这个银行 工厂啊 还有民众啊 这个之间的这个循环 他打通了 让这个经济重新的运转起来 从政了美国的一个经济 那这个时候 罗斯福就很好的 完成了百姓的一个心愿 或者是说达成了民众 对他的这个期待 我认为这个时候的罗斯福 总统 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虽然在他个人看来 他是做好了自己的本职的工作 但在民众的眼中 我就认为他这个时候 他就往这个伟大的方向奔去了 所以这个 这就是属于说 我认为一个政治人物 他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达成老百姓的愿望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人 哪怕他认为自己 就是完成了本职工作 但是咱们就认为他 相对来讲比较为大 那这是我对于领导人的一个看法 他能不能代表民意 他能不能让这个百姓过上好生活 这个就是一个人 伟大的一个体现 普京你看他在这个 这个《一个猜想》 就二旧的这个作者 他在空篇来讲 他没有提到 普京到底为俄罗斯的经济 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贡献 咱们不用说 普京为俄罗斯经济 做什么贡献 你说就是 就普京 普京现在俄罗斯那个股票市场 所有的企业 加在上市企业 加在一起 还不敌中国一个茅台 你说他的那个地理面积比中国大 对吧 人口啊也没有中国多 是吧 你中国老是说嘛 我们人口多 但是全是包袱啊 不行啊 能让中国人吃饱饭 就很不容易了 不都这么聊天吗 是吧 这是中国人太多了 太不容易了 是吧 这是当局能让中国人吃饱饭 这太不容易 我说咋吧 那这清朝时候没吃饱饭 他都饿死了 我看你来了以后 还有三年大饥荒 是吧 那十年文革也没烧死人呢 那都是活着的时候 生拉给整死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就 咱不 老是说这个 但你要这么说 我认为俄罗斯没有任何的 这个这个 理由成为今天的这种俄罗斯 地理面积足够之大 是吧 天然之源 天然气 那麦的 风生水起 足够丰富 人呢 也不多 是吧 人也不多 跟中国相比 俄罗斯也就一亿多点人呗 出个头 刚冒个头 人少还好管理 那怎么还过得那么 骰了一样呢 你说俄罗斯那个股市 是和什麽玩的 它那个经济 现在弄的啥都没有了 是吧 外资全纷纷撤出了 完了那个 他们那个车 连个安全气囊都生产不出来 都没有 都得靠进口 俄罗斯经济好吗 再一个 咱们说一下 俄罗斯人 给这个中国人的感觉 包括给世界的人的一个感觉 好吗 他跟他的邻国 比如像乌克兰呢 谁呀 这个周边 跟日本呢 关系好吗 跟中国关系好吗 中国粉红和战狼都不 都不鸟腾 对吧 都恶心他 一个四面树敌的 这么样的一个国家 你说普京 就是 给世界打造的 就是这么样的 一个四面树敌的国家 日本也烦他 那个中国也烦他 是吧 完了 乌克兰也烦他 这都给他包围了 没一个西安才能 而且他原来统治的那些 就是东欧的那些 前所谓的苏联的 卫星国也好 都烦他 哪个不烦他 你看看 这波兰 没少资源那个 资源那个乌克兰嘛 是吧 难民给接受了很多 完了资源那武器 什么这 欧洲其他国家 你就给他烦透了 一个让所有人都烦的国家 是吧 或者是说都烦的这个 这个 怎么说呢 就都感觉特别讨厌的这个国家 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玩 绝对不是一个好玩 咱们回过头来 你看看中国人 是吧 就这种粉红 是吧 战狼 这种 这种交朋友的一个方式 也是一样 招人烦 招人恨 咱自己国家人都看不上 你更好玩 人家都个发达国家 是吧 都经过良好教育 人家那个本科率 可能这个大学文凭 都超过50%了 你像你那个加拿大 是吧 我有朋友在那 所以人家这个本科教育 就是大学省 这教育程度 达到本科的水平 都50%以上了 是吧 你像这种 人家有知识 有文化的 而且那个城市 又干净又未省的 你这一瞅 你这埋了八摊 这啥玩意 是吧 我这说话了 乌鸦乌鸦 咱们这个中国啊 不是 有个别城市非常干净 我认为深圳呢 杭州啊 上海相对来讲 比较干净 非常不错 但北京都不行 你一去那鸡脚干嘛 真探了什么 咱也别说鸡脚干嘛 都不算是鸡脚干嘛 就我去的以前 去的那地方 还不是鸡脚干嘛 那也是皮儿皮儿的 反正我感觉不好 空气本身就埋得 我还在这个城市街道 我相对来讲 反正我去的时候 不怎么干净 给我印象特别不好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天安门那边 肯定得干净 那好 今天也差不多 视频尾声了 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是怎么看 二舅这个视频的作者的 你看他这个 咱们现在 咱们 我就跟大家说了一下 他说的这个 普京大地的崛起 就他的这个一个视频 我的一些看法 是吧 咱们不用看这个 再有的 我就不细看了 没什么太大意思了 咱们就看他这个 视频的一个名字 你看一看 就这种人在中国能火 你就可以看出来 你看他这个 做视频的这个路数 它是严格符合 内地的这个人的一个口味 这种烈等的一个口味 低等的一个口味 大家可以现在去看一看 咱们的热搜也好 或者是说这个 什么网易新闻 那就凡是新闻 推出来的那些新 就那些东西 包括B站的头条 你看看他的那些东西 就他们的那些 就是看的特别多的东西 都非常的低级 中国是一个 看洒子的民族 中国人天然的 最爱看的是啥 爱看洒子 谁洒他愿意看谁 然后就跟五老二似的 那种像凤姐 谁就爱看这玩意 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吧 一般吧 同类相惜 洒子才爱看洒子 是吧 其实你看啊 就过去不是说凤姐吗 愿意看凤姐 凤姐有流量吗 往来都蹭这个凤姐的流量 这各大媒体 纷纷去报道凤姐 其实你说 因为什么关注凤姐 不是凤姐语出惊人吗 就是傻吗 但其实啊 在凤姐的眼中 你们这帮人才是傻的 就凤姐可能看这帮爱看 爱看他的人才觉得傻 像你们这些玩意 我这是一种营销的 话术 我是营销的一个人设 我把你们都套里头了 你看我现在润出去了吧 我去美国了吧 你看凤姐挺简的 有人说凤姐过得比较惨 我那天也看到了 凤姐跟美国说 据说给人捏脚 我觉得啊 就是这些 就是凤姐 靠自己的双手 给人捏脚 一点都不丢人 一点都不丢人 那些看不起凤姐的人 才丢人的 再一个 就那些在墙内的 那些看不起凤姐的人 我就这么说 他去干那个凤姐捏脚那个活 他都干不上 他能去得了美国吗 是吧 美国那么好去吗 所以说就是这么回事啊 因为凤姐能跟他逮住 你看咱楼上那个 就是咱家楼上就有 有一个去这个 美国就嗨那的 最终被人遣罚 你看是吧 那想嗨那都不行 你看人凤姐跟他 你那拥不张大 你就跟他打 所以说凤姐还是很厉害的 不要老觉得 凤姐是一个傻子 那全是奸人 那全是中国的人精 他忽悠的就是 中国的这帮傻子 所以说只有傻子 才愿意去看傻子的 那种表现 但通常这些傻子 都是被骗的 是吧 都是被骗的 回过头来 咱们看一下 这个作者 他的这个视频 从头里 说文艺青年 装逼子男 这叫什么题目 是吧 什么玩意 生殖器都在 带这个题目上 所以我就感觉 这个人就很有 就很low 你发现吗 就他起名就low 玩00后的学生 道高一词 玩90后的老师 模高一词 印度武器 不一定好死 但一定好笑 你看嘲笑印度 落后就嘲笑 完了 那你咋不说一说美国 那美国武器 武器都好死 那给咱吓的 是吧 都得着 你咋不聊一聊这个呢 男人为何 没求没少的 长着乳头 你说这 哎我 太监净身指南 你咱就这么说 我都不好意思 再往下念了 都是这个套路 大家想一下 就这么样的一个人 他把这个 二秀这个视频 排出来了 是吧 他前期 这个玩意呢 他属于这个 一举成名了 他火了 他前期拍的那些视频 是完全走的是一个 中国传统自媒体人的 一个老路 是吧 看傻子 完了题目呢 带生殖器 并且呢 说的那个话 都特别恶心的那种 是吧 因此啊 我今天就想说 我说 这就是反映出了什么 就中国做自媒体的 这帮人呢 这个货色太露了 为了博出位 已经不择手段 因此我就在想 你看这个 一哥猜想 又接受新华社的 一个采访啊 又怎么样啊 又新华社 有个公众号嘛 又专门做了 他一起频道啊 节目啊什么 你看当局联系的 这帮人 或者是捧的 这帮人 什么样的一个货色 B站上这种视频 还能 还能 还能发出来 叫什么玩意儿呢 叫什么 叫年轻人的 青年人的装逼指南 哎呦 你恶心不恶心呢 男人为什么 长着这儿 揉住头 哎呦 我就 我就这么说 伙伴们 你听着恶心不恶心 这就是国内 自媒体的生态 这就是国内 这不要脸的 这部分呢 我就在想 恶心不恶心呢 是吧 青年人 集聚的一个地方 新华社还捧着 这样一个人 天天研究 男人的一个骨头 研究男人的秘密 是吧 研究太监的 敬身指南 马太吓人了 全是下山路嘛 全是下半身产物嘛 你看 这说明什么 在B站上面 作为一个青年人的 给予地 也都是下半身的产物 这就是我对中国人的了解 你看关注徐晓东呢 那徐晓东那个年龄 他算中年人了 对吧 徐晓东算中年人 他做这种下半身的视频 年轻人 二十当当顺的 也是下半身 是吧 所以说中国人 就不管是中年老 中年青年 或者是孩子 还是老年 全是下半身 所以说中国人 永远跟生殖器 脱离不了关系 恶心透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 咱们就做到这了 希望大家呢 不要因为这个视频 影响自己的一个心情 咱们说是说 这个批评是批评 不说不痛苦 说完 认识到了就好了 咱们这个严谨地 就是早走早脱生 是吧 重新就是 就是翻天覆地了 是吧 就给了新生命 你比如说 当我踏上了 这个外国的土地的那一刻 我的新的生命就开始了 那才叫正常人的人生 在这里 不是人过的日子 有的伙伴可能觉得 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记得以前的视频 我也这个 做过这种心理按摩 以前有这种视频 我看接着有一个 自媒体组 我就做两分钟短视频 所以有人给他打来电话 说什么呢 说我在中国很痛苦 他说这种人的 这个诉求 我一般我都不会理会 为什么呢 没有那个拱 是吧 我也不是什么 知心大哥 你看这种人 就做那种 两分钟短视频的人 让你加他微信 加什么网 我不知道他什么目的 反正我认为 跟利益是跑不了的 但他加完了之后 他对于你这种疾苦 他根本都 他根本都不理会 你比如说我的伙伴 如果有一个人 就各中国呆的受不了了 就来找我小宁 倾诉了 我能不能当一把 自信大哥 肯定没有问题 我就这么说 对吧 我可以当一把自信大哥吗 我听你的一个请述 你就说我实在受不了了 假如说人特别多的话 是吧 有的 你像那个两分钟 短视频的那个主播就说 人特别多了 那我能顾得过来吗 我还做视频 养活老婆孩子 好死 对吧 我能怎么做 我专门做一起视频 我安抚一下这部分 或者是说 我统一回答一下 你看我就做过这些视频 如果我力所能及的 我有时间 我挨个当面辅导 一下心态 当面辅导一下心态 我就辅导一下 就以我自己的 目前的这一个水平 我辅导一下 不能 不敢说多好吧 肯定 肯定 所以让你 这个心态能非常的阳光和健康 你比如说 像前两天 B站那个 那个 这个阿季 是吧 那肯定我要辅导他一下 他肯定不会选择 这个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说 起码这一点 我还是能做到 如果人特别多 我实在回答不过来 做视频回复 你帮助帮助伙伴 都是你的同胞 既然人家求到你门下来 你既然跟人家 假这个伪计了 人家求了 求你了 那就可以 拿你当他朋友了 那你说 没有时间 你说我做期节目 我统一回复一下 你让他等一等 看一下晚上节目 那又能怎么样 两分钟的短视频 你做不出来 几句话的事 你做不了 像我这种长的 没那个知识水平 没那个文化底蕴 那你做个短的 不还行 可以吗 帮助帮 所以说 在 就是 这种两分钟 短视频的人 在满嘴的这种 这个 人意道德方面 我对我老丈人 多么好 我对于我妻子 多么好 我对这个家 多么好 我做人多讲究 所有的这些东西的 就标秉自己 这种人设的人 都很恶心 都很恶心 一个人如果脱离不了 对金钱的一个贪婪 他肯定不是 一个正常的人 不是说挣钱不重要 挣钱当然重要 你跟中国 什么不要钱 但不要过度的去 去把这个金钱 作为自己首要的 一个目标 我曾经也有 这种想法 我说我为什么 不能成为马云呢 我为什么不能成功呢 是吧 成不了马云 我也要 怎么怎么样了 是吧 加善人质 当我疏都多了以后 那些都已经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能够 好好的活在 这个世界上 并且 就是 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价值观 这就非常非常不错 其实我认为 马云那种人 在我看来啊 或者是说 在我的朋友当中 我读研究学生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 我寝室的伙伴 都很看不上他 就在知识分子当中 很看不上他 说什么 九九六四福报 就这些东西 那都是资本家的 一个嘴脸 中国是 我跟你这么说 中国就是没有 美国的那种工会 如果中国有那种 美国的工会的话 我第一个去成立一个 我天天我就 自马云这种人 是吧 我本把 我准备把这个工会 做成什么样呢 就类似于那种 垄断制 是吧 垄断制 形成一种叫 工会势力 我让这些 马云这帮人 再也不敢说 什么九九六四福报 他说出来这种话 我让他这个 全体给罢工 我让他闭嘴 是吧 以后见到工人呢 或者是见到 一线的员工呢 别说这些 丧良心的话 所以说 工会种子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中国有工会 他也有工会 工会就是定期 发点礼品 是吧 定期发点礼品 工会是干什么用的 工会是为 社会底层的人 你比如说啊 就是这个 提供劳动力的这种 是吧 有资方呢 有这个就是 提供劳动力的 这一部分人 那资方资本家 是吧 咱们这个劳房呢 就是劳动者 就为这种劳动者 是提供帮助的 在这种完全不对等的 这种势力下 对吧 资方你可能认识 政府的是谁 你认识这个 认识那个 你有钱 你有很好的 这个律师团队 也怎么样 你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 所有的运营的一个体系 或者法律的一个架构 你利用法律的漏洞 你来剥削这个 提供出卖劳动力的这些 韭菜 对吧 就韭菜 那如果有工会的话 那让韭菜也有力量 韭菜我都给你躺平 你这资方 你再有钱能怎么样 你开除谁呀 我都躺平了 都开除了吗 都开除了 你也破产了 是吧 这个时候 躺平叫什么 叫非暴力不合作 这个时候 他就必然给你涨工资了 必然给你涨工资 你比如说 这个 韭菜说涨100 资方说太多了 那我涨50行不行 拉锯一下 差不多 那涨个75吧 双方都接受了 那这韭菜的利益 不就得到保障了 所以说工会重要 相当重要 但是中国算了 中国现在大家都知道 没有 所以说中国就缺工会嘛 如果真的有工会了 会好很多 但是没有办法 中国人对于这个福利 对于这些东西的这种诉求 包括中国人的这种 底层的人的一盘散沙 确实 太那个什么 你就可以看着 我这么说吧 如果假如说 我在中国成立工会的话 我为这些底层纠材 谋福利嘛 是吧 假如说我 我那个给他们谋福利 他有可能他们最终啊 他们绕过我 跟那个 跟那个就是比如说 像这个资本家 搭乘妥协 是吧 绕过我搭乘妥协了之后 一脚就给我踹了 为什么资本家说了 你把小宁踹了 是吧 他这个做工会的 他这个工会还收费 你们不还有会费吗 你绕过他呢 我也给你涨 这个这回你们不说涨一百吗 我一涨 我一涨到一百 你只要把这个 你只要不参加这个工会就行 我给你涨一百 中国这帮底层的韭菜 我跟你说 就那目光啊 就短点到这种程度 行是吧 我一个月还交二十块钱会费 是吧 这我还 我这回他给我涨一百 那我 都是我的 是吧 少交二十块钱会费 这太好了 这帮傻子就都去了 是吧 就把我给 把工会的这个 我这个工会 就就就就给解散了 就就没人了 是吧 那这工会就完了 没人参加了 他们这个就涨这一百块钱 把工会干死了 我这工会干死以后呢 完了这个马云 又想怎么样怎么样 是吧 所以说这个 就中国人他真的 就给他一点的利益 他就完蛋了 再一个 就即便马云不降行 大家想啊 就这个通货膨胀 或者是货币贬值 以后你不还得需要我 所以说 中国人他底上 我觉得他不考虑 长久利益 他只考虑什么 我这一代人的利益 或者是我这个 暂时的一个利益 你看那些就是 人权律师 给这个社会草温 底上大官司的那些人 把这个拖欠的 老板拖欠的薪水 全要回来的 律师费不给 跑了 把钱分拨了 就跑了 律师费不给了 完了这个律师 你说告告谁呀 怎么找啊 全分散到世界各地了 你上哪去诉讼去 那个律师 给这个厂子里头 二百多个人 讨要这个欠行 跟那个老板 就是南方的一个律师 讨要欠行 讨要回来的 讨了多少万 好像几百万吧 一开始厂家说 就赔七十万 不行 这么多人 七十万一人才多钱呢 不对 不是这么多 后来要了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按照比例说 给律师钱 他们这部分人 就全跑了 就这帮地上救赞 就是 其实他们一个人 拿也拿不了多少钱 是吧 拿不了多少钱 但是要没有这个律师 他们一分钱 都要不回来 我们能看到这种东西 我就觉得 中国人怎么能这样 劣币驱逐两币 我就在想 这个律师以后 如果不提前给钱的话 他还会给这帮人打官 肯定不接这活了 那个律师打这个官 是好像打了一年多 一年多 把它调研 包括去当地取证 开车去 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成本 浪费了一年半的一个世界 一开始 法院才判赔七十万 后来说不行 所以赔了两百多万 一共上百人 就是这样 后来一个人可能分了一万两块钱吧 这个样子 完了 一个人拿出来 拿出来一点钱 这付的律师费不行 付的律师费不行 所以说 就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在中国 你想交到知心的朋友 很难 你就像我在油管上 遇到文姐 像西门 还有什么 默默 还有其他的 很多的小伙伴 就搁底下 能够敢于发声 敢于发声 非常非常少 我不说自媒体 肯定遇不到 你生活当中 你一下遇到傻 你遇到一个两个就不错了 能一下遇到傻吗 遇不到 还有很多很多 这不仅仅是傻 还有很多给我留言的小伙伴 很多很多 那今天就做到这了 咱们今天就做到这了 等咱们下期再聊 聊点什么 我看一下最近又发生了 什么样的有趣的一个事情 伙伴们也可以 在底下给我评论 之后 希望我聊点什么 再有一个 我准备什么 就是回复伙伴们的评论 我准备一个礼拜 统一回复一下 是吧 攒几天的 完了我统一回复一下 用每周 用半个点的一个时间 就额外的多做一起 比如礼拜天 礼拜天 同一回复的话 礼拜天就多做一期节目 我不愿意说 把这个回复也当做一期节目 我觉得 我不愿意那样 该做节目 该做还做 只不过说 这个多跟伙伴们 这个互动和交流 这样比较好 是吧 比较好 等以后咱们开直播 等我出去以后 咱们开直播了 每周咱们 那个回答问题的时候 咱就开一期直播 咱们唠一个点 多好 好了那今天呢 咱们就做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